请你今天的咱们的主题 讲咱们这个在华人世界 包括在大陆 耳熟能详 如雷贯耳的咱们这个严格林老师 好不好 首先啊 谢谢这个张辉先生 这科发的这个书呢 已经在这个读者当中 是深入人心啊 今天要讲的是 咱们的严格林老师 讲他的作品 因为最近啊 很多读者呢 就来要求说 你们能不能讲一讲 严格林老师啊 这个刚好呢 是咱们俩的心愿 正好今天呢 做一个对谈 有什么问题呢 您随时提问 我呢先简单 跟大家呢 说说我的感受 这个严格林老师啊 很多人都觉得 哦 他是一个从小跳舞的 人呢又长得非常的秀气 其实我跟他认识好多年了 我跟大家说 其实严格林老师身上呢 他身上是有爷们气的 他这个人呢 体力是非常的好 写小说的人没有好体力 是写不了的 大家都看见他呢 是一副这个 这个很优雅 很弦弱的样子 其实啊 你们都错了 他我跟他在一起爬山 我根本爬不过他 他那个步伐 矫健 那速度之快 到底从小 还是练舞蹈的 所以呢 他这个体力是非常的好 那再说他这个为人呢 他为人呢 非常的具有这个 仗义啊 他就是很仗义 而且非常有 狭干一挡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 看着他是 好像是文弱的这个书生啊 其实呢 他身上是有那种大野雄风的 严格林能够写出他这样的小说啊 可不是一个小女子 他是一个呢 这个大野雄风的这种 身上有大将风度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我这儿呢 跟他认识这么多年了 我得纠正一下 好多人就觉得 他是小女子 他真的不是 那他自己本身呢 当然啊 他这个学古道啊 然后这个当过兵啊 他的经历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这个写小说的人 经历是很重要的 当然读书也很重要 但是呢 经历啊 特别 对严格林来说 我觉得他的经历就是 一部非常漂亮 而且非常坎坷 而且非常精彩 非常传奇的这么一个小说 实际上他自己的人生就是小说 所以说到我们严格林老师 大家觉得他能写出 这样的做这么多作品 拿去取之不竭 用之不尽 那是因为他自己的人生 太丰富了 可以说他从五十年代开始 到整个共和国的历史 他都非常熟悉 然后他自己又到海外这么多年 然后走遍啊 这个世界各地啊 我们可以知道他跟着他的外交官的先生啊 去了很多地方 他现在就人住在柏林啊 那他当年在非洲的时候写了非洲手记 所以严格林他这个人啊 实际上是就是说是跨国 跨族 而且跨时空 跨历史 这个一个人成为大家 他是有许多条件的 所以呢 我们看到他的外表 但其实我更多的是看到他的内心 他是非常有侠肝义胆的人 很有担当 很仗义 然后也是写作上很有勇气的人 这是我们先说一点这个我的印象啊 然后咱们说他的作品 严格林大家都觉得他的作品怎么这么好看呢 就是说他的作品呢 就跟国内我们过去看到的作家就是不一样 为什么 这个不一样在哪儿 今天就要跟大家说说这个话题 这个国内好多老作家都跟我说 哎呀 这个严格林写的一个东西啊 我们是写不出来 这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视野 视点都不一样 就是严格林他写小说的视点 出发点是不一样的 但他一开始也是受了很多挫折 我记忆当中啊 他早年都是在台湾获奖 就是你想在台湾文坛上 实际上他对大陆作家 还是有某种意义上 他还是不太接纳的 但是严格林他的作品 竟然就能在台湾拿了九项大奖 就是简直是创的记录啊 所以在台湾他拿了九项大奖 国内一个奖都没有给过他 当年就是国内就觉得这个作家写的东西很奇怪 就是跟那个传统的写法不一样 所以国内很长时间 评论界也好 学术界也好 都不怎么给他评价 一直到今天 某动文学奖 他也是 只能坐板凳了 就是说呢 这里面就是说他有 有一个就是认同的问题 就是你怎么去认识这个作家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 我们看一个作家不是看官方的评价 也不是看他得了多少奖 我们看他受不受读者的欢迎 我们要看他的作品有没有影响力 这个是很重要的 一个作家 你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读者 我要给你讲个故事 大概就是前年吧 就是我在上海的时候 刚好就碰到严格林的一个新书 这个发布会 天哪 这个发布会是在上海的图书馆举行的 就是那个上海图书馆有一个大厅啊 巨大的像就像一个 我们就看就像舞台啊 就是一个像一个大礼堂 里面做几千人的那种大礼堂 那读者排着都一进去啊 做的是满满当当 我还以为是看什么演出呢 我想呢这是什么人在演什么呢 这一进去一看 这严格林坐在台上 跟大家交流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作家啊 开这个新书发表会底下就像 看演出一样 底下是做了几千人 然后请他签名 那我就知道说 那天他那个手啊 肯定是签到最后是 都麻了 我估计都签不动了 所以你就知道读者对他的写 那天他是他的这个武南啊 就是写上海的故事 武南的这个发表会 这部小说的发布会 那我去年见到他 我们在韶星见到他 然后呢他跟我说 瑞玲啊 芳华这部小说卖了一百多万 这个大家都知道芳华 芳华这个小说 这个拍成电影啊 后来又出版了 他的小说的单行本 这今天这个环境下 小说可以卖到一百多万的作家 不读 这个是真的是 所以这个可见啊 就是读者对他的喜爱 那我们再说到他的电影啊 他的这个 颜格林的这个 《路犯艳势拍成的归来》 他给陈凯科编剧的《梅兰芳》 他的《马格式作成》 他的《金灵十三差》 他的这个芳华的这些 他的一个一个的电影电视剧 《小依多贺》 《第九个寡妇》 《一个女人的史诗》 真的是 你想想看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 哪一位女作家 具有如此大的创造力 和如此大的影响力 所以今天讲讲 颜格林其实还是很感慨啊 就是我是觉得一个作家 他应该跳出 某一种传统的创作模式 开辟出一种新的 一个创作天地 颜格林是海外作家的代表人物 也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爱的 一位就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作家 那今天就讲讲 他的特色 为什么他受到欢迎 为什么读者喜欢他 那张 我们的那个 张先生 您对颜格林的小说 有什么样的感想 是这样 在我的印象中 颜老师啊 颜格林老师 就是一个天才的作家 就是 你说的这个 他在国内不说再见 但是呢 咱们读者再见 这是一个 另外呢 就是我见过几次 咱们在一块开会的时候见过他的话 哎 就是你说的这个情况 就是感觉出来 瘦瘦弱弱 感觉是弱女子 结果实际是伪丈夫 就是我知道的 就是说每天的 当你们咱们一块开会啊 当你们七八点钟 七点多钟起床的时候 他一定提前两个小时 把他一天的活 一天的写作的活都干完了 这个是不是这样 他每天早上五点起来写作 就是等大家起床的时候 他已经把一天的工作量 可能两天的工作量都干完了 这个不太了 就说这个 尤其陆范燕史 我看完了以后 哎呦 我的当时就是特别感慨 哎呀 他这个写的就是从他的力度啊 他揭露的那些东西 给这个加编勾计是没什么区别 但是你知道了 加编勾计是最后 是受到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待遇 那又不一样了 不但陆范燕是德意顺利出版 而且呢 这个就是 这个 他又被拍成了电影 拍成电影的这个编剧 是一个伟大的编剧 你那个按照咱们国内的这种情况 牵涉到文革 是实际是不能拍的 但是他没没拍文革 他拍的是文革结束了 就是最后六十一 一扩转 这么一个伟大的作品出来了 哎呀 我就是说张艺伯拍了 这个除了早期的史诗片子 包括红高亮那些之外 我说把他这个 就是所有的投资 咱们都可以忽略不计 有了这么一部伟大的作品 因为反映文革的 又能够让 这个咱们这 咱是现有的政策下 能够允许出现了 那个年代 那个孩子举报父亲 这个 那个女儿举客 举报母亲 我就觉得 他认为一个艺术 非常震撼的艺术 再现了那个年代 而且呢 又能够 那个就是受到 咱们的这种主流的 这个认可 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一个是感谢张艺伯 一个是感谢严格林 这个 这就说访华这块了 我想他应该是 先有剧本 后有 大电影的热销 大卖 最后才有了小说 是吧 就是他应该是 给那个小鱼多喝了 还有那些都不太一样 就是这个 也就是说是 电影成就了这个小说 是不是这样 这是我那个 我的一些印象 我就简单说了一些 你接住手把 陈老师 哎呦 你这讲的 这是抓住要害啊 这个是一语重义 就是说呢 严格林的小说 好就好在 他跟别的作家 不一样的地方 就在于 他是用写人 来表现历史 他的目的不是表现历史 他的目的是写人 所以我们当代的很多作家呢 都是喜欢写这个 春秋大义啊 喜欢写这个 艳照悲歌 把这个历史写的时候 恢弘壮烈 但是严格林的目的呢 他不是写 他不是写历史 所以他的这个 木范艳世呢 他是避开了这个历史的 他实际上 他只是当一个背景来写的 但他主要的呢 是写人 其实芳华呢 他主要的也是写人 那个背景呢 是小说的一个 一个衬托 那他这样的话 就避开了人们 对他的这种 就是小说的审查 或者是说 对他的一些敏感的地方的 这种限制 那么因为他是写人物 人物的命运 写人物的这个悲观离合 所以他重点是写人 别人说他写小一多贺 他不是为了写抗日战争 对吧 他是为了写 多贺这么一个日本女子 在中国的命运 他这个第九个法复 也不是为了写那个 那个土改 他是写一个 地主的儿媳本 他这个陆范艳诗呢 他最重要的是一个 哲学小说 这个陆范艳诗的重点呢 是哲学含义 他还真不是为了写 百游斗争 也不是为了写文革 他为什么写 我说他是哲学小说呢 就是一个等待 我们知道这个西方 有一个剧叫 等待各多 对 他这个等待各多 他这个陆范艳诗 就是一辈子 就是等待 这个冯婉瑜啊 这个陆范艳的这个 冯婉瑜 一辈子都在等待 等到最后怎么样呢 是永远也等不回来了 为啥呢 因为他失忆了 他已经不记得了 他最后天天跟陆范艳 就是两人去等待 这就永远都等不回来了 所以这个小说 厉害就厉害 它是一个哲学小说 那颜格林 为什么让冯婉瑜 等了一辈子 最后失忆了呢 因为太痛苦了 就是说这个 他认为这个 我们这个民族 太痛苦了 这个记忆太痛苦了 怎么办呢 失忆 就是我们只能让自己失忆 就把这个记忆失掉了 你就不记得了 那么这就是 痛到极处的一种痛苦了 实际上很多人 是看不懂这一点 实际上他是 就是说这个 太痛苦的时候 就让人们呢 忘记了痛苦了 因为 只能是让自己失忆了 他就是 这是颜格林 给我们的一个选择 也就是说 冯婉瑜 他这个 在他这个故事当中 真的不是重点写 怎么样的受迫害啊 或者是怎么样 他实际上是写 作为人的一生 有多么的痛苦 而且永远等不到 希望的 就是他要等待他 就是团聚的那一天 他是等不到的 所以这个分环呢 很多人都在这 主要的目标 看着那些 文工团的女演员们 跳舞 其实 邦华真正的是要写 刘峰这么个人 他是为了写呢 就是一个好人 最后呢 他的命运 非常的凄惨 就是说这个好人 到了后来的 你看他 到了这个战争中 成为伤残 然后在改革 开放的大潮 最后 他成为一个 沦落成下层的这么一个 一个可怜人 所以这么好的一个人 天天为别人着想 为别人办事 最后他又得到了什么呢 所以这里头就是 方华实际上对刘峰这个人物呢 我看了以后是觉得非常的悲凉 但是呢 这个导演呢 处理的时候 他为了让大家好看嘛 所以就更多的是处理了这个文工团的女兵们 跳舞啊 这个 这个演出啊 这把这个当作一个 一个等于说是一个吸引大家的一个场景啊 其实故事的背后呢 是背叛 是摧残 是人的勾心斗角 是最后人物的最后的轮 就是沦陷 所以你看这个故事里面 都是带有很强烈的悲情色彩的 然后我们看那个小姨多赫 那个小姨多赫这个人物 他这个人物 给人家做生孩子的机器 然后又不能够承认自己是这个 是人家的妻子 也不能承认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甚至他都不敢承认他是日本人 他这一辈子活的 那就一个惨痛啊 就是说小心翼翼可可连连 最后这样一个战争的遗孤 他的命运 所以你看严格林这小说中是有很强的这种悲情色彩的 但是我们可能更多的人喜欢看他好玩 就是好看的地方 他是用这些好看的地方 比如马格式做成 你可能看到的是澳门赌场里头的花花绿绿 实际上他写的是人物的就是男人和女人之间最后的那种破碎和那种情感的最后的无奈和背叛 所以在严格林的小说中他写是人 他自己也说过 他说我是要用人物来战胜历史 所以很多人写小说是为了写历史 但严格林写小说是为了写人物 他是要写在历史当中 那些人每个不同的人 个体的人他们怎么存在 他们的命运是什么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存在 所以这是严格林跟大部分作家很不一样的地方 也是我们特别就是在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 他是写人的存在 我觉得文学是人学 文学的使命是写人 那么写人在历史中他的存在 文学的最高理想就是寻求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最合理的最完美的存在方式 虽然我们是找不到的 也不可能找到 但是文学的使命就是为了寻找人在历史中的存在 那么严格林告诉我们的这些人呢 他在历史中的存在都是一种悲情的存在 所以说显然了这是一种对现实的批判了 这是肯定他的作品中是强烈的批判精神 只是他把它掩藏的比较深 然后很多人看到的表面呢 好像他的作品还是有一些温情的东西 还是有一些美的东西 但背后他是很冷静的 很犀利的 是很深刻的 您对他这个作品是不是也有这种感受啊 是这样 对 就是说我是感觉啊 严格林里所有的这个就是他的挚手啊 因为海外很多作家都想触电 但是呢成功的不多 觉悟仅有力 应该是除了严格林老师之外 溜溜 薛海翔老师啊等等 这算是无聊聊可说的几位成功 严格林老师这他不但成功了 而且是巨大的成功 那么对于国内的这些年轻人啊 对于他的这些粉丝啊 就像你说的这个情况 那应该是轰动效应 确实是这个很难得 这种商业社会的情况下 还有那么多人喜欢静静的读一本小说 这一点很难得 另外呢我就觉得他的这个触电里两个合作伙伴都特别好 张一模 虽然说第一把肯定是赔了吧 就是金灵十三天肯定是没赚钱 但是呢这个这个就是归来 这一定是赚的 这是一个啊 不单是赚 而且在中国的电影史上 在记录这个文革这个时代背景下来 这个硕果仅存了几部 尤其是在这个年代下 很能拍出来 又能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 这一点是很让人这个赞叹 这个另外呢就是冯小刚 冯小刚的话呢 绝大多数片子 包括了1942啊 这都是有 包括这个房花啊 这个都是有责任的 有良心的人才会拍这些 现在回头看的话 一个伟大的作家的话 说天时地利 人和也很重要 这个的话 这是当然他这个本身作品伟大 这是我一个旁观者看 就是一个 这个人和合作伙伴还是很重要 再一个呢 那个就是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给我看了以后 给我见过几次的 这个闫老师过的印象 就是爱证分明 这是那个直言快语 这好像是我 我的感受 我不知道您怎么看 你说的真的 我觉得你刚才对那个 影视那部分的这个判断啊 真的是很有真知灼见啊 就是一个好的作家 能够在影视上成功 他得有好多条件 他这个 你就像你说的 首先 他这个作品得好 你这个作品如果很浅薄的话 因为观众是三教九流 什么人都有 你要父鲁皆知 你还要让这个上层下层各个阶层的人都喜欢看 这个是这个是很难的 这个是这个大家都能够接受你这个电影 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 但是颜格林的电影就有这个本事 他就是能够叫你这个 你想看深刻的 你能从里头看到深刻 你想看好玩的 你也能从里面看到好玩的东西 然后你这个男人可以看到男人想看的 女人也可以看到女人喜欢的 他这个片子里面有硬汉的东西 也有柔情的东西 所以他把握得非常好 那他首先还是深刻了 就是归来这种片子 你就是拍的再好 你不深刻也是不行的 所以他还是很深刻 方华也是 他有他深刻的地方 所以这个深刻这一点 他是做到了 还有一点就是他厉害就厉害在那 他非常懂得好莱坞的编剧技巧 颜格林是好莱坞 颜格林是培养的编剧 他是在哥伦比亚艺术学院 当年读书的时候 他是学了很多西方的 这个艺术手法 包括戏剧表现手法 所以在颜格林所有的剧作当中 包括小说当中 都有很强烈的戏剧性 这个一般的作家 你可以写一部好的小说 可是你不一定能写一部好的剧本 但颜格林既能写好小说 也能写好剧本 原因就在于 他是受过很好的剧本训练的 这个剧本呢 他写的好 就是好在冲突 好在张力 他剧本的好 就是好在让人物在刀尖上舞蹈 这个我常常说这个颜格林的小说是 在刀尖上舞蹈 就是他让人物站在那个悬崖边上 就是他让人物都是处在那种很极端的危险 或者痛苦当中 所以他的作品为啥能吸引你打动你呢 他不是那种温吞吞的 让你觉得好像似曾相识 他不会 他就是让你觉得这个人物会揪你的心 会让你为他就是说 为他喜 那颜格林厉害就厉害在 他把握这个戏剧冲突把握得非常好 这个是你刚才说的爱政分明 你看他戏剧 他的作品中影视剧当中的人物 都是非常爱政分明的 就是那些人物身上 有着这种很强烈的感情色彩 他不是一个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物 都是能够让你揪心的人物 他把这个人物你像小姨多贺 像那个方寰里面的那个刘峰 像那个归来里头的那个陆燕诗和他的女儿 冯婉瑜和他的女儿 这几个人都让你揪心 因为你心里都会为他们就是捏着一把汗 他的这种想说中这种强烈的感觉 是一般作家不具备的 就他具有很强烈的戏剧冲突 所以也有人说他的戏小说很适合拍影视剧 但是呢不是说你光有戏剧冲突 就是一个好的好的作品 你比如说他给这个陈凯歌 编剧《梅兰芳》 他就能写出梅兰芳这个人 他就他认为梅兰芳这个人就不应该有很好的爱情 就是如果梅兰芳跟孟小冬真成了 他认为毁了梅兰芳 他认为像梅兰芳这样的人就应该是孤独的 痛苦的 然后去创作他的那些角色 如果让梅兰芳很幸福 爱情很美满 是其实他对于这样一个大艺术家来说 是毁灭性的 所以很多人看了这个戏以后都觉得 哇这一点 严格林他抓住了这一点 一般人是想不到的 而且觉得你怎么 你孟小冬这么好的人 你为什么就放弃了 两个人怎么就走不到一块呢 但是这个严格林让他的人物说 他实际上梅兰芳更适合做一个孤独的人 一个在情感上 一个不完美的人 这才是梅兰芳的本质 所以你看这个严格林写作品 他的跟一般 他的建设是不一样的 他跟一般人的看法是不同的 所以这是他的影视剧 为什么能够受到欢迎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总结了好 这样说点 杨老师我不知道他可以愿意 从他作品里流露了 他的爱情 这个也不算隐私吧 你可以说一说 这个严格林这个人 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爱情的悲观主义者 这是我的看法 我个人的看法 因为我跟大爷算是比较熟的朋友 然后我读他的作品也读得比较多 我觉得他一辈子 他认为情这个东西 就是人的感情这个东西 生来就是人就是为情所苦 所以他认为人 就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是不可能得到 就是很完美的感情 所以他的作品中 你可以看到都是一些 就是一些情感的失败者比较多 然后他呢 实际上他专门探讨过感情 他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 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他对感情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这个跟他自己的经历有没有关系呢 有关系 因为这个他早年 早年15岁的时候 他15岁的时候不是爱上一个军官吗 那就真正的早年 然后这个方法是有表现的 他还是我最给那个军官写这个情书啊 然后就是很实情的呀 一个少女的情怀啊 就是爱上一个比他大的男人 那但是呢 这个男的呢 不仅没有保护他这份感情 还把他的情书全都给上交了 然后小小的 那时候你想少女啊 就被整个部队上 大家就说这个人 这个严格林这个人作风有问题 然后就被这个大家 视为异类 那个时候那是很可怕的事情 你在军队上的 大家看你的时候 那个眼神都会伤死你的 他就认为你是一个 一个问题少女 你知道吗 就是简直 尤其他不是在普通地方 是在军队里头呀 所以那个时候严格林说 他那个时候简直就是 自杀的心都有了 都不想活的 这太可怕了 这就那么早就被这个感情摧残了 这真的是摧残了 然后就欺骗 背叛 伤害 这个东西 而且那么小的经历啊 这个对一个人来说 真的是太可怕了 我觉得 你想想看他经历的那些东西 然后后来跟美国外交官的这个故事 也是反复的波折 哎呦这个被审查呀 然后被很多 就后来就是 甚至他的先生当初为了他这个爱情 为两个人的这个爱情 结果都失掉了工作了 所以严格林很长时间是他自己就是很苦的 他自己用文字养家糊口 就是说他是他真的是靠在美国是靠写作来生存的 这个是很难很难的 一般你靠写作来生存 这个太难了 但是他他这个人是硬汉 他就是能撑起这个天 然后就能够打出一片片地 然后能够走过来 所以这个当然 今天的他已经是这个 可以说是成就这个辉煌的这个海外作家 可是他一路走来所受的苦 所流的汗 也不是一般人可以比的 对 回头看的话 就是一个好的作品 伟大的作品会催生一部伟大的电影 但是呢 好的这个 也就是说 好好的电影啊 就是真正能培养一大题 真正的这个明星 像这个方花那种啊 那个拉着一批人在这个 他这个对冯小刚电影公社在海南 一待半年 哪个大腕都受不了 哪个明星也没有这个档期给他 但是呢 从此 现在把他这个就是一批人啊 我觉得黄轩啊 叫那一批年轻人都带出来了 我觉得这这点啊 还是很难得 如果说他的这个归来呢 那都是真正的大腕云集 陈道明啊 那个 鼓务励啊等等 这个大腕云集 但是方花呢 是真正的霸的一批年轻人 这个是应该是从这个冯小刚电影区 要真正毕业了 这一点了哈 我觉得还是要感谢 严格林写出那么好的作品 我们这个时代呢 这个好的作家很难啊 因为受到各种限制 你写的作品 你还要能通过审查 尤其是影视作品 那是一官一官的审啊 所以这个是想要出来是非常难的 你要作品好 你还能通过审查 这个是太不容易了 所以我觉得严格林在这方面 给我们做了一个表率 就是一个典范 而且呢 出来的作品 还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你现在回头再看这些作品 不论是这个 这个张一谋拍的归来 还是吴小刚的方法 还是陈凯克的梅兰芳啊 就是说呢 他的这个严格林的作品 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 那今天很多的作家呢 都想触电 可是呢 就是也不能完全迎合市场 就是说呢 人家市场上拍婆婆妈妈的电视剧 你也去写这个婆婆妈妈的故事 然后人家这个大家喜欢看 什么什么样子 你就去 严格林的厉害就厉害在 我跟你们都不一样 就是严格林 他永远在寻找一种 跟别人不一样的题材 然后呢 他总是独辟蹊径地 找一条自己的路 所以我觉得 咱们做影视创作的作家 还有就是这个 就是还是要突出这个什么呢 突出这个独特性 不能跟风 我就特别不喜欢看那中国 就某一类的片子 就全都是婆媳关系 就天天就吵架 就看见那个老是在那个房间里头 这个矛盾冲突 不断的这个外遇 然后不断的这个冲突 然后婚姻不断的破裂 然后不断的修复 这个东西就是说 作家一定要找出一个独特的领域 是别人没有写过的 所以我们只有期待着 颜格林的新作 这个是我们有理由 而且有充分的信息 我们期待着颜格林 为我们捧出他又一部立作 也算是一个节语 好的 谢谢 谢谢您 谢谢